主日信息的感言部分 又說穆斯坦及影兒與真像 過去我們看見整個世界 也是圍繞著石鞍而轉動 當中所埋下的各種共同信息 是由神早於創世之先 所鋪設的聲秀、神話、拉線距離 以及過去人類所建設的天馬座行動 玫瑰園計劃 這些上百年的龐大工程 無數人的努力 各種龐大共同信息的總和 原來也只是影兒 目的就是反照出我們這個真像 就是我們才是最終踏上信仰巔峰 923黑門山的新呼吸教會 由華牧師分析 當我們站在末後日子的位置 願意跟從神的時候 神要帶領我們這間 帶起最後復興的教會 過一個與外邦人 甚至與其他基督徒 都有所不同的生活 就是被神一日亦不偏差地帶領 為了完成神不同的創舉 既然我們是被神帶領至一日亦不偏差 這樣我們所做的一切 亦不是隨從自己的意思 反而是跟隨神一個又一個感動 一次又一次帶領 正如一名賢婦於家庭中 願意為到丈夫而付出所有 同樣地 神安的基督徒也有著這種特質 願意以主耶穌成為教會的頭 為信仰傾盡所有 而不是得著所有 於這三十多年的遊牆歲月 神安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地 逐步邁向黑門山的山頂 就是信仰巔峰 因此我們可以對比 神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與其他教會的基督徒 只是過著一個截然不同的生活 因為從根基上 大家信主時 已經有著不同的初衷與動機 歸根究底 就是他們的領袖打從起初 已經選擇行一條最容易 最寬闊 通往地獄的路途 他們將福音衝淡成為社會福音 灌輸一次得救 永遠得救的魔鬼教導 因此他們信仰的開始 已經等於信仰的終結 他們就好像一個淑寧嬰孩般誕生 但往後一生都只想停留於嬰孩階段 妄想成為一個永遠長不大的怪胎 所以他們信主後 並不是將一生的光陰歲月奉獻給神 盼望有朝一日成為神的辛苦 相反 他們的領袖是以利有方式灌輸信主後 神會解決他們一切所有的人生問題 一生得以重新開始 往後更可以隨機而繼續生活 只要信主 神定必會祝福他們福杯滿日 過一種無憂無慮 憂哉猶哉 可以任意犯罪的生活 沒錯 聖經於《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節曾提及 《凡勞虎擔重膽的人可以盜我者女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但是 聖經亦有提及 《我們將自己的十字架交給主耶穌的同事》 亦要背起祂的十字架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節 九二三的經文提及 耶穌又對眾人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社記 天天背起祂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因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喪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然而 那些一廂情願 相信社會福音的基督徒 只記得神答應背起祂的重担 卻從未想過要天天背起神的十字架 跟從神 其實 人生就如現實的健身房一般 生活的各種重担、負擔、壓力 就如健身房的器械和啞鈴 是神設計人類時所設計的一部分 當人信主後 祂當然不用附上自己人生的器械和啞鈴 因為祂要放下自己的重担 轉而附上主耶穌的十字架 就是主耶穌的器械和啞鈴 為了有朝一日 成長有著辛苦的樣色 但是 社會福音只是強調前面的一部分 就是信主後 神會承擔祂所有重担 但是問 當健身房沒有器械和啞鈴後 還是健身房嗎? 沒有器械和啞鈴 還算鍛鍊嗎? 結果 社會福音造成了一批 永遠長不大的熟靈嬰孩 一班不斷只顧吃、喝、玩樂的基督徒 他們的生命中每一分鐘的呼喊 都是呼求神解決他們人生的一切問題 落開他們所有重担 每一秒鐘的討告 都是祈求神滿足他們一個又一個願望 又說牧師分析 對比外面的基督徒 社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於信主後 已經有著跟從神 背起神的十字架 天天跟從主 成為辛苦的覺悟 所以 我們過著與其他人截然不同的生活 充滿創舉的人生 建合教會的最初期 教會每星期的工作 主要就是免費送出港道帶 所以 弟兄姊妹的生活 就是幫手錄港道帶 跟進帶 但隨著神對聖安的帶領越來越頻密 到達一日亦不偏差的階段 弟兄姊妹為神的付出 就超越其他基督徒的想像範圍 現時 教會每星期的常規事奉工作 包括動員數百名弟兄姊妹 製作的2012榮耀盼望信息 由入華牧師錄影主日信息 加上插圖 精華短片VO 甚至CGI部門的動畫 經剪接後於主日播出 然後製作主日內容簡介Trailer 主日大綱 YouTube 以及Deep Production的主日導讀等等 事實上 從來沒有一間教會 是以多媒體方式製作他們的主日信息 不僅香港沒有 其他地方都沒有 將主日信息放上YouTube頻道 讓人觀看的教會 於香港更是寥寥可數 除了主日信息外 每星期主日新歌的製作 亦涉及音樂部眾多童工 由作曲、編曲、填詞、錄製等等 西安教會於18年前所創造的音樂動勢 一星期一首新歌 到今日亦從未有教會 能夠及得上這項創舉 教會除了有每星期的新歌外 亦有自家研發的溝通系統 各個網站包括Sign Daily、Sign New Song Sign.hk會員網、Sign Forum 及各個手機應用程式Apps等等 試問有哪一間教會有著自家研發 專屬於自己教會的內部溝通應用程式 而各網站的維繫與開發 亦有賴一班弟兄姊妹每星期的參與 因此一間二千人教會 藉著弟兄姊妹的參與 每星期有著大量熟靈產品推出 於基督教界中實屬創舉 以上所提及 還未計算神給予我們出人意表的帶領 由千年重的預備開始 到聖殿的建立、拆射 建立Sign Daily的驚天72小時 八次說的聚會及AOE訓練 而2009年開始的2012信息 更涉及幾次大旅行和大彩排 製作感人短片和神週十二號 到現在製作成安劍耳機的萬劍齊發行動 當我們回想 亦會慶幸自己過去的日子不如其他基督徒一般 他們所有共聚的照片 只是於不同餐廳、不同茶樓一起吃飯亂宜 他們的空餘時間就是尋找各種娛樂、旅行、嗜好 人生的話題亦是環繞著吃學玩樂 他們人生所追尋的目的就如今編主日信息所提及 彷彿其他外邦人一般於短暫的沙灘上 盡快建立一個又一個堡壘 並且嘗試永久維持這些堡壘 因為他們就如愛幫人 活得好像是無永恆 割著一個自把自為 務求於短暫人生當中尋找最快樂 為自己、為自己的家庭 存活於短暫的人生中 這個就是他們人生的總和 即使將他們人生的所有加起來 仍然是等於零 一個讓人後悔莫及的無聊人生 對比我們 強能為神不斷製造創舉 踏上923淑寧高峰 成為裝飾整齊 能夠被提的辛苦 過著一個無悔的人生 為何你現在 watching を稍妥在的開放